蓝绿最强战力 以贯彻公开透明原则 今天我们只是先出考题 就看他要不要回答这个考卷 那等到他们都提出了他们的答案之后 我们会再讨论下一步的动作 作为国会关键少数民主党摆出高姿态 立法院长没一定要非谁不可 更不排除自提人选 传出你由黄国昌搭打黄珊珊出马角逐 民主党这边是有巴西 所以我们很清楚的是 我们要的是未来的改革 你不来改革 那就让人民去显示 到底是谁不愿意往前走 民众党团这边是会才团进团出 巴票同意 还是说会有各自的一个意识 当然是团进团出 不会有个人意识 看着2024国会结构三党不过半 立院龙头讲落谁家 蓝绿都得看民众党团脸色 民众党下战铁要蓝绿接招 现场选举 我们国党立场很清楚 全力支持韩国瑜 本期倾向是由习坤院长续任 蓝绿立委对龙头人选 早已心有所属 也是对柯文哲的诚信打折 不轻易合作 谢谢我良心 陈志峰向我们报道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